喜欢看戏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戏台上看到的这个桌子啊椅子啊 它不仅承载了生活当中桌椅的这个功能 同时呢还诠释了剧情 辅助了表演 是吗 张老师 是 我们桌椅啊 是可分 可合 用法很多 它表示了多重空间 比方说我们戏曲 要表现空间小了 草船借鉴 猪鸽亮和鲁肃 在一个小的船里头 我们把桌子竖起来 叫骑马桌 同时来讲的桌椅呢 又是中性化的 所谓中性化 就是啊 它是指代性的 演员需要什么 曹操需要在山上观山景 看看赵云打仗 他站在桌子上 那就是山 当鞋过来 我们把它搁在这的时候 张飞站在上面 那就是挡阳桥 这就是中性化的处理 是戏曲的特殊的手法 也是戏曲非常高明的手法 谢谢赵老师的点评